三岁小男童高举双手 被束带给捆绑住 全身赤裸站在阳台上 身体瘦成了皮包骨 自知也有多处瘀青 甚至手指还有排泄物 男童的母亲看到这样的景象 相当难过 马上报警 双腿的后侧是有瘀青的 粗干起来是旧伤 然后脸部 脸颊的部分 跟手臂也有少许的瘀青 小男童因为父母离异 他跟哥哥的监护权被判给爸爸 证明爸爸向警方公称 是男童常不听管教 会尿床和随地大小便 才会动手管教 社会出则表示 男童的家庭并未列入高风险家庭 今年五月母亲才来探视过 当时并没有发现受虐 不过先前男童父母 常因为探视问题起争执 由社服团体就建议 在一方探视孩子遭到刁难时 可以透过司法协助 及早了解孩子现况 在探视任何出现困难 都可以向法院提起 那因为在法院注重的期间 他有时候会拉得比较长 没有办法探视的这一方 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说 我已经多久没有看到孩子 希望对方一定要配合 这次母亲是中秋假期 突然来探视男童 才让受伤情形曝光 男童在送医治疗后 和哥哥暂时交由母亲照顾 而检方在询问父亲和同居人之后 初步判定是管教过当 是否涉及虐童还要进一步厘清 目前已经依家暴防治法 对两人合发紧急家庭保护令 并且限制住居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